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幸传承人白燕给大家展示展示 我从17岁开始就学习灌汤包 从七角八项学到了72胡同 然后从72胡同就来到了第一楼 和面摔面打馅下劲擀皮 一直到包制成型蒸熟 就这么简单的几步已经走过了快30年了 面其实也叫打面 它要经过三次添水三次添面 也就是俗称的三软三硬 然后还要经过搓 摔 拉 拽 反复的摔打 这样打出来面色白筋柔 口感比较筋道 我们采用的是猪后腿肉 在馅和汤汁融在一起 有顺序的有节奏的去打 让肉和汤汁充分的融合 一直把它打得就像咱们在家喝的粥一样 包的时候要用手指头一边压 一边捏 下手要浅 风口一定要沿 这样就不漏汤汁了 包包子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长期自己去要练 能下得了功夫 这个事就不是一个很难的事 刚蒸好的包子晶莹剔透 它提起向灯笼放下四菊花 一边要揉 一边搅揉 一边搅揉 吃包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先开窗后喝汤 一口闷满口香 就是先在包子上开一个小口 浓浓的汤汁就流出来了 喝一口满口鲜香 然后再品尝这个包子 第一个最好先别蘸醋 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 能尝出它的鲜香 在这里我先提醒一下 喝汤的时候小心烫啊 从食材到记忆 从火候到时间 一代代的名师大厨 不断追寻着对开封灌汤包子 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掌控 记忆传承千年 如今更是炉火纯青 这样的美食 大家不想来中国开封第一楼 尝尝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